之后更紧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音乐告诉你 今天我们节目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一级演员 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青年歌唱家汤灿 汤灿你好 嗨你好 主持人好 音乐告诉你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汤灿 欢迎做客我们音乐告诉你的节目 我今天特别告诉能够到音乐告诉你 因为这个节目是我非常喜欢看的一个节目 我们已经通过这个各大报刊媒体 看到了这个2008年的7月15号 在希腊的雅典举办了光荣与梦想奥运之旅 汤灿2008个人演唱会 你说的真实 我们很想知道这个演唱会的地址选址 为什么选到了希腊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奥运年 是 2008对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那么今天也是圆梦之年 我们终于叛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奥运会 那么作为歌手就特别希望能够为奥运去做些事情 那么就是当然在奥运会期间我们会去看各种各样的赛事 但是既然作为歌手总希望能够用歌声去表达我们对奥运的一种祝福 那么之所以选择雅典是因为它是奥运区克的故乡 那么第一届奥运会就是在雅典举办的 而且雅典是西方的盛城 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那么最近我在学习 我才看到很多的包括艺术啊 美术音乐 很多的发展地都是在希腊 它真的是一个充满着文化的一座城市 所以我们中国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所以能够把这种东西方的文化能够有一种碰撞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选择雅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它因为就是它的一个奥运符号 但是就是在这一次我们奥运生活传递过程之中 那么希腊就会给我们非常大的一种支持 所以这个我这个演唱会也算是我们中国驻希腊大使馆 为感谢希腊给我们的友好 那么作为一个汇报的一个感谢的一个演唱会 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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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她在好远上 多么哀伤 安然 我们看到这个演唱会 无论是从前期准备 还是到整个的制作上面 都非常的精美 而且一开始下了很大功夫 观众朋友都看到了 你在这个演唱会中 有四组服装的变换和搭配 特别的引人入目 不知道这个搭配是怎么选取的 有什么设计上的创意 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服装是我 一处里最多的 就是演出服装 真的五元就是什么 什么颜色都有 但是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这一次在我的雅典演唱会中 其实颜色 这些都是满单的 满单的 又单又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看很多 像比如说我们看西方的 他们一些明星参加 这个圣诞的party 包括像奥斯卡 他们的服装 其实虽然说是很精致 但整体说都是蛮简单的 很淡 对 除了欧洲那时候 就是妇女会穿着 很大的称情以外 他们参加这种大的活动 都是穿这种比较 出身比较简洁的服饰 那么呢 希腊 我们觉得希腊 除了它的味城之外 它最有特点的 我们一会想 就会想到它的爱琴海 爱琴海是蓝色的 它是个蓝色的海洋文化 所以这次在服装中 我们四套服装 有两套是蓝色的 而且有一套呢 是做成像水 水一样的亮片 全是蓝色的 真正的 transparency 我一定会想到它们 Та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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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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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一直在关注你的演唱会 关注你的新专辑的问世 那么今后呢有什么新的打算 当然只能够让更多的人都喜爱中国 我也希望因为这是我所期待要做的事情 虽然说很多事情是有困难 但是我想其实克服困难也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过程 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想再次把光荣与梦想这首歌曲 带给全国的观众一同来分享我们的喜悦心情 那我们也代表节目组 也代表观众朋友 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苍燦 祝愿她的一个又一个的音乐梦想 不断的早日实现 等待 用最宽阔的胸怀 拥抱一个英雄时代的重现 有多远短啊 我们都相信未来 守望着奥林匹克旗帜子 在天空中迎风招招 让生活变了 在独开的地方被伤美观言 让我们一起过日 管所有的期间最冷了 让我让夜不想不怕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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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